7月24日,天龙山石窟佛守回归仪式在山西太原举行。 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守终归故土。 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。 佛守均赠人旅日华侨张荣被太原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。 非常感谢政府对我赋予的奖励。 我当时是无偿捐赠的,能够让国守回到户土,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。 2020年9月14日,中国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, 日本东营国际拍卖诸式会社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天龙山石雕佛头。 疑似天龙山石窟在历史上流失的文物。 同年10月16日,拍卖行积极配合,做出撤拍决定,终止有关宣传。 国家文物局与拍卖行董事长旅日华侨张荣取得联系,鼓励促成文物回归。 2020年10月31日,张荣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充分沟通后,决定将佛守捐献中国政府。 2021年2月11日,佛守回归的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发布, 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。 当我本人开到这一幕的,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。 一股民族的自豪感,可荣誉感,游然而生。 我相信那一阵也给全体中华人员带来一种振奋,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, 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的祖国原来就如此强大。 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张荣,从小就接触很多中国传统艺术品, 后来弃衣从艺,成为一名古董收藏人士。 在日本,他先后创办多家拍卖行,成为日本古董界的资深专家。 近20年来,张荣多次促成中国流失文物回归祖国。 因为文物回流是瞬间的工作,你如果瞬间拍摄这件东西以后, 你不把它买下就不再是你了。 因为你差价而过,这一辈子你就别想找到。 能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? 希望所有的拍卖行能过去,如果发生这样的, 如果是到奈品啊什么,希望他们能够主动跟我一样的去做, 这是最关键。